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,为提倡清水区运动风气并促进观光,台中市副议长张清照已争取在海线设置了几个e-bike站,进一步争取在清水火车站设e-bike,今日上午举行会刊,清水区长张明昌表示,工所将在水沟上加盖设e-bike,加盖工程预计两个月可完成。 张清照指出,已在清水区内争取设置了清水牛码头停车场前的e-bike站,另外在高美师地也设了三个e-bike站,接下来争取在清水火车站,紫云岩,清水高中设及敖峰山设e-bike站,市府正在规划中。 今天还有清水区南社里长颜潮雄,海峰里长黄玉瑞,田辽里长许进兴,清水里长陈安吉,中社里长王于兰,西社里长杨茂雄,西宁里长王庆元,北宁里长纪文来等人到场关心会刊。 严潮雄说,多位里长反映清水火车站前设e-bike站,但火车站前没有多余空间,所以选择在水沟上加盖设置。 感谢张清照出面争取。 张清照说,这几处e-bike站串联清水市区,敖峰山,高美师地,现在清水火车站前在设e-bike。 无论是观光,通勤或待步都更加方便,未来再加上紫云岩,清水高中及敖峰山再设e-bike站,形成完整路网,方便游客及e-bike清水一日游,也方便短程待步的民众。 清水区长张明昌表示,公所将以100万元经费进行加盖工程,预计宽度5至6公尺,长度40公尺,加盖工程约两个月时间,完成后再由市府交通局设e-bike站。 清水区长